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周深 昨天还参加了一场国风音乐盛典 春晖季2020国风音乐盛典 作为压轴歌手 除了必不可少的大鱼 他还演唱了一首《荒诚度》 毫不意外又上了热搜 原因之一是周深唱得太好了 微博知名音乐博主评价周深的表演 比唱片版更加扎实且具有穿透力 现场表现出色 原因之二 周深出席的这场盛典是国风圈一年一度最盛大的演出盛会 除了周深 还有凭借新贵妃最久奠定国风地位的玉先生李玉刚 以及国风圈内的人气实力爆棚的音庭怪物李长超 二婶 银玲 肖逸晴 排骨教主 SING女团成员许诗英等 国风圈半地江山是齐聚了 可见周深参与的这场盛典在圈内多受重视 这一圈的名单呀 喜欢国风音乐的谁看了不笑出声啊 圈中专了白日梦 李玉刚一曲水墨丹青带我们飞跃到另一个时空 听说偕老有千种模样 我将这山川与你做红装 李长超在唢呐声当中诉说着红尘岁月 先见族曲 演得我这种老人家呀是差点落泪 而为了更好的传达意境 这座团队在舞美上面也是没少下功夫的 周深唱大于舞台背景或梦幻唯美或中国风韵味十足 重新编曲的锦李超 现场则充满了时空感 跟着歌声回忆重置 他不是顶着国风的噱头来找流量艺人称场面的拼盘演唱会 而是把国风音乐的半壁江山都请来了 啪啪湿湿的连着唱了几个小时 不管是歌手 歌曲 舞台设计 乐器 乐团都是顶配 全方位的展现出了高水准的国潮感 微博上面松了松 发现看了直播的同好们都很happy 把五一劳动节过成了像过年一样 之前他翻唱歌曲《达拉崩巴》刚出来 就在B站上爆了 微博和朋友圈也是频频有人提起 艺人分视多角 高难度的声线转换 加上像是绕口令的歌词 被周深演绎的纯熟流畅 就算是不了解二字元的路人 听了也想赞一句牛皮啊 然后有人惊叹 周深竟然如此多变 我倒是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了 因为之前看综艺 我们的歌就已经经历过了震惊了 第一期节目为了骗到前辈们 周深是煞费苦心的改变 企图用女生来蒙混过关 唱了一首《Monster》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这一次依旧有人上当了 来自于好声音的娜英 好姐妹 你是否有许多小问号呀 盲悬已经够惊艳的了 一开嗓就能够抓住听众的耳朵 而更让我感受到刺激的 是她跟李克勤搭档的时候 一个声音沉稳醇厚当中带着孤独 一个音色清澈 千回百转 这样的组合在一起是什么效果呢 惊艳之UP 不管是心如刀割 还是月光小夜曲 他们俩配合都是相当默契的 最难的和声都能够做到几乎没有瑕疵 听他们唱歌 很容易被带到歌曲的情绪里 如果说要用语言来形容那感觉的话 大概就是 一个人把你拉入迷雾了 而另一个人则把你拉出了迷雾 看见晴空 李克勤实力是自不必多讲的 可我没有想到啊 年纪轻轻的周深跟他组队 竟然可以不弃场 完美招架 不得不说 除了拥有一副被天使吻过的嗓子 周深的唱功啊 也是着实了得的 周深的歌声 总能够让我想到的就是水 你说他像水一样柔 他也有穿拾的刃 你说他如水般缠绵翡测 他却也轻滑 不沾脸腻 温柔细腻 却又是最有力的存在 他可能是去年夏天 继《沿洗攻略》之后 火力最猛的电视剧了 据播支出 我只想为旭儿歌 贡献一点收视率 面对物是人非的缓缓和遗休 心里想着不如跳舞 但是当我听到片尾 徐徐响起的情声时 我忍不住的没有跳过片尾 真香呀 片尾曲都这么好听 不如再看86集吧 而这首歌正是由周深和毛不易合唱的 周深唱歌最明显的特点呢 就是空灵纯净 缠绵翡测 雌雄不变的音色 而音乐制作人钱雷说 现在的歌坛很萧条 假如说再萧条十倍的话 周深也不会死 没有人能够在这个音质上面的范畴内 来跟他有竞争力 这是他的天赋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周深 都是因为电影大于海棠的印象曲 据说这首歌啊 本应该是花落王妃的 但因为一些原因 才由周深最终演唱 周深有难得的宽广音韵 具备了男歌手唱低音的力量感 又有女歌手高音的明亮感 高晓松说 他就像是一个人的唱诗般 有人觉得他像过去的烟龄歌手 拿现在的歌手来相比的话 更多人会想到的是李玉刚 但后者仰赖后天的训练 确实是有捏着嗓子唱歌之感 这是天使吻过的神烟 老天赏饭吃的那种 我不会再把爱藏起 纵然不曾开口歌唱 愿你会听见我的声音 沉默的旋律 为时间证明 2018年 周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 为奥斯科金像奖最佳影片 《水行物语》演唱同名推广曲 《水行物语》以冷战时期的美国为背景 讲述了一位雅女和工实验用的人鱼之间的奇幻爱情故事 周深的这首歌啊 以女主角的角度来讲述女主角无法说出口的话语 叙事性啊是其一大特点 不知道是有意为之或者是无心插柳 周深的许多歌啊都比较重视术士 包括最新的《梅香如故》 歌词当中诉说了男女主角的态度和感情观 很契合剧中的主题 而周深的翻唱也不乏此类歌曲 《我的脊背如荒丘》 而你却微笑白手 把它当成整个宇宙 华语乐坛的歌手大致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唱将琴 自己的歌能够唱好 别人的歌也几乎都唱的不差 甚至演绎的更妙 所以你听见陈玉迅翻唱 等翻唱了最冷一天 听见林佑佳唱突然想起你 你觉得毫无违和 甚至是希望他们专门录制一次 另外一种是属于音色或音域 只能够在特定曲目大放光彩 周深就是这一种 可他受制于此呀 又偏偏足够特别 你听到他的翻唱啊 未必认为他比原唱出色 但绝对会肯定他的版本 也是优秀之作 曾经周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声音 走上舞台的 因为啊 男声女音的罕见 周深在青春期受过许多的歧视 甚至是一度羞于说话 起初读的也是和音乐风 牛马不相及的医学 因为异国学医是很艰难的 才转头了美声 他对别人形容过 自己不想参加比赛 他说 以前快男红的时候 我爸说 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见到你 我就默默的吃饭了 中国好声音红的时候 他说 希望能在舞台上看到你 我又默默的吃饭 看快女时 我问他 喜不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看到我呀 我爸是一脸尴尬呀 会站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也是导演从第一季 邀请到第三季才去的 在蒙命唱将猜猜猜猜里 他一身的礼服现场 身旗白马 大家看着柔美的腰肢 柔润的声线 都以为是一位女生呢 乌起贤呢 还笑称 有恋爱的感觉 一开口惊艳了四座 面具一接啊 是震惊了观众 表演前 周深不是没有过顾虑的 他担心观众用猎奇的眼光看待他 但最终还是换上了女装 接下面具的时候 周深笑着说 对我来说不是在反串 发生的声线呢 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就唱那些歌 从修仪言语 到洛洛大方的换了一身女装上场 露出了真容大大方方的说明 他脱了胎 完成了自己的涅槃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